兄弟 我知道这样说 你一定不开心的 但你仔细想一想 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英慧呢 很有可能是梁柳的人 他为了这本《红囊经》 所以他混进了神针堂 会不会这样呢 不会吧 当初救他的时候 我们山寨大大小小 几十口人的脑袋 都扁在苦药上 反倒救了一只白眼狼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 不然那天梁柳抓他 干吗那么杀费苦心呢 这不像假的 那他要是不是 梁柳的人的话 他要那本《红囊经》干什么 那本书连我都看不懂啊 他是不是梁柳的人 下次我见了他 一定把他打晕 然后把那本《红囊经》 给你抢回来 不就行了 他要是梁柳的人就好了 把他抢回来就是 就怕他 心甘情愿被别人骗 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都是你啊 骇人骇己 你看 都搞成什么样了 我不管了 是梁柳的人 不准 丢东西的人是我 怎么他的反应比我还大呢 关心则乱 我看不准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是